为了争夺太子之位 十三岁男孩消去哥哥姐姐脑袋 将其串在一起拖到皇帝面前 怎料皇帝非但不生气还夸他有魄力 谁知下一秒就轮到了自己 而这个亲手杀光一家的皇太子 既是当今的皇帝 也即将是安洁的新郎 因为小说结局太刀直打了半心 结果他就穿成了疏离的短命女配 由于阿提刘斯帝国实行一夫一妻制 皇帝为了迎娶后面出现的女主 第一件事便是砍下皇后安洁的脑袋 现如今神父念下的每一句祷告 成了安洁唯一救命稻草 半天没等到婚礼该有的亲吻 反而迎来皇帝血腥鸿蒙的死亡凝视 皇帝不屑的吃笑就像获得了新的玩具 一样是在晚五秒睁眼 我可能会觉得你真的非常无聊 这一文也彻底封死了安洁的退路 如果穿到结婚前他还能挣扎一下 要不自己试试婚后驯服皇帝 下一秒安洁就知道自己大概是疯了 对方可是为了继位杀光全家的疯子 现在能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就是当个毫无存在胆的皇后 这样想来活下去好像也没那么困难 只是他疏离着现在的情况更加危急 你还要把我晾在这里多久 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吗 这下看来彻底完了 为了保住小命安洁连贵戴科 他可知道拉聂丽最讨厌无聊 一切反应因此都要迅速 但是可是不过三个词在他面前更是禁忌 他用脚踩住安洁裙脚 大发慈悲的赏赐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陛下 我那是因为刚才喜悦的有些是什么 你竟然在我面前大喊大叫 陛下 我那是因为刚才喜悦的有些是什么 躲过一劫的安洁还不忘拍拍马屁 都是因为陛下的威严太过强烈 怎料这下拍在了马腿上 听你的意思 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了 而安洁也早有预料 太阳会让所有人感到炫目 但不会有人认为是他的错 凤城用光了安洁的脑细胞 好在皇帝最终没有拔刀 所以你打算一直不指示我吗 如果您允许的话 我允许了 看到安洁既没有莫名的傲气 还很会审视夺势 这个女人终于让皇帝来了些许兴趣 既然你取悦了我 那就得给你奖励 我可以回答你任何问题 我听说是陛下亲自选中的我 您为什么会选我呢 皇帝的嘴角一脸 手指的力度突然加大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说不定我会在回答途中无聊的疯掉 但这次皇帝完成了他的许诺 原来听说皇帝要结婚 贵族们纷纷将他们女儿送来 他在一面墙都装不下的肖像上 抛出一笔笔手 正好刺中了他这个倒霉蛋 匕首正中你的左眼 安杰被吓得连呼吸都在颤抖 反观皇帝却笑得像个癫老 说起来皇后你叫什么名字 安杰脑海的记忆不断回溯 安杰立卡 维尼亚德罗恩 大家都叫我安杰 下一秒皇帝用脚尖抬起安杰下巴 你可要好好努力才行 不然这样下去将皇后杀死就麻烦了 安杰听后乖巧地点头 像只任人摆布的宠物 只有不断地取悦眼前的暴君 他才有些许活命的希望 随着皇帝的离开 周遭的空气都像是恢复了流通 但对他的考验才仅仅只是开始 清晨安杰从噩梦中惊醒 结果却听到皇帝在一旁滴雨 吓得安杰从床上弹射起立 皇帝怎么会在自己的房间里 因为回去太麻烦了 安杰担心将心事当成梦话 不过从皇帝的表情上看 昨晚应该一切相安无事 过了九点都还没醒 皇后你还真是怠惰呀 并且你这个人完全没有可看之处 单调且乏味 而这两个词正好是安杰的保命符 既然觉得无聊 应该就不会找自己了吧 今天是五月十九 在七个月后他会和女主相遇 时间充足倒是不用太着急 随着昨晚念出安杰丽卡 原生的记忆也涌入脑海 身为恩洛王国二公主的他 还掌握了许多地理知识 对他规划逃跑路线很有帮助 只要他能活到春天的偏然而至 这个暴君的帝国 就会因为女主的到来分崩离析 活下去的保障成了如今首要目标 虽然安杰的处境十分危险 但他的待遇却非常人所能比 就连身边的侍女最低都是伯爵夫人 虽然他毕恭毕敬 但安杰却总觉得有些奇怪 直到无所事事的四天后 他才明白了这种违和感 这些侍女在孤立自己 按理说皇后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他们却丝毫没有提及 看来是把自己当成了外人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不用上班还有人伺候 隔天安杰询问侍女 他记得自己从母国带来一个随从 如今怎么不见他踪迹 他在接受着教育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这件事 您也没问 我以为您都知道了 文言安杰强压着怒哭 看来是我的错了 我向你道歉 希望您别介意 回到府邸的侍女反倒怒气冲冲 一个边垂小国的公主 却抢走了原本属于自己女儿的位置 要是女儿能成为皇后 她也不需要这般卑微 女儿想要让母亲放下执念 却等来对方严厉的指责 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 才一直等到你贬值还没把你嫁出去 看着绰气的妹妹哥哥没有安慰 反而是给母亲出了个妙计 到时只要随便找点把柄 让皇帝生气除掉安杰便是 文言母亲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才是她孩子该有的模样 皇后理应处理所有部门事务 但她却完全没有工作 这正好是她的突破口 安杰这里还没过上几天舒服日子 前几天低声下气求来的安文已经耗尽 对于伯爵夫人的一再忍耀 是她穿越以来第一个错误决定 如今被皇帝传唤 不用想都知道是谁挑唆 对方称皇后批了一大笔费用 来用于皇后个人的开销 并且皇后还从来都不工作 所以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只是想作为爱国臣子 让陛下知道真相 从皇帝的神情已经看出无聊至极 你就这点小事吗 此时事关重大还请陛下三思 虽然对方在业务上十分熟练 但在察言观色上差了不是一心半点 拥有穿越者八分安杰 最清楚皇帝的秉性 这点破事就来叽叽歪歪 难道把他当成了一心卫国的人均吗 看着皇帝给出 我马上就要发火你搞点去世的目光 安杰一咬牙 主动承认了自己批款的罪名 但鉴于陛下忍受了许久无聊 我有个能放松心情的主意 皇帝听后总犯有了兴趣 说说看 那就是狩猎人类 为了能讨好暴君皇帝 女孩竟然提出狩猎人类以此作为乐趣 安杰自己更是舍身入局 而在场的三人就是此次游戏里的猎物 皇帝文言果然来了兴趣 安杰之所以会提出狩猎人类 这也是因为原著中有所提及 现在想要保命只能赌一把 陛下你也知道我体过多病 我这样的猎物放进去岂不是扫兴 这么说你是想退出游戏 怎料安杰大声的否决 他不仅不退出还会更加努力 他会在春天到来前成为一个优秀的猎物 为此他希望狩猎能延期到七月后 这下其他人不乐意了 本来是来第三节的 结果却成了祖上鱼肉 但只有安杰清楚 他的反对并没什么用 成为让陛下开心的猎物不应该感到荣幸吗 果不其然皇帝高兴的拍手 我选的皇后果然不错 这下轮到侯君母子慌了 陛下怎么能让年迈的母亲参加残酷的试炼 竟然说是残酷的试炼真是无礼 不应该是像皇后所说的感到高兴吗 接着皇帝不屑一笑 你们三人都有罪 皇后罪在愚蠢 没能阻止你们跑来这里发疯 而你们罪在不该利用我解决个人恩怨 文言安杰才知道 侯爵母子做的事原来皇帝早就看在眼里 之所以对此置之不理 是因为他没理由去管别人的私欲 但如今却不一样了 皇后你做得很不错 该有些奖励 突然亲吻让安杰有些猝不及防 但他不敢有任何的抗拒 在快要窒息前皇帝太坦松开 你这次完全没有失误 这他哪敢失误啊 不过我不相信你能永远保持这样 接着他将安杰丢在了皇位上 此情此景就像猎手细细打量着求饶的猎物 你个子太小了 一点都不适合做皇位 安杰也有这种感觉 自己现在有点像是被放在餐桌上的狗狗 随着对方伸手抚摸他的长发 他更加的确信这种想法 果然是被他当成了一只听话的宠物狗 第二天有了侍女长的前车之剑 一众侍女也对安杰恭敬许多 对他的要求更是言听计从 对于使唤人安杰还是有些不习惯 毕竟只是一个知道原著的读者而已 他来自己提出狩猎的事已经传出去 不出意外的 安杰成了大家口中冷酷又暴躁的皇后 同时要履行的事物也变得繁多 但又有难题出现 这些公务文件对安杰来说太难了 可能是自己和安杰融合后 能力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下到庭院的造景规划 如果是沙龙和舞会策划 上到帝国重要活动筹办 都让安杰感到焦头烂额 这时巡视的安杰 恰巧发现一人跪在府邸门口 通过询问才得知是侯爵的女儿 三天前就已经跪在了这里 虽然很不想面对 但安杰还是担心会出人命 参见皇后殿下 我是侯爵夫人罗贝尔的女儿希尔 已经成为定局的事就不要再做挣扎了 想来求情就请回吧 怎料希尔并非求情 而是能恳请安杰收她做侍女 安杰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想让自己收敌人的女儿做侍女 然倒是想趁自己不被知识 为母亲报仇吗 你觉得我会答应这种请求吗 看着希尔颤抖的身子 安杰高拢的形象 已经心疼得快装不下去 在皇帝面前我别有用心有什么用 他从小命运就被安排好了 大部分时间被关在家里 家人沦为猎物后 他将毫无立足之地 虽然他说的话有道理 但安杰又不是三岁小孩 说起家人我自然会心痛 毕竟血脉相连 但最重要的是我想活下去 这话终于让安杰有了触动 眼前这个可怜人 原来有着和自己一样的目的 当然安杰最后并没有确定下来 不能因为怜悯就随便下决定 说不定希尔对她怀恨在心 心情烦闷的安杰推开了窗户 企图让夹杂着月光的晚风 为她做出决定 就在这时她回头一看 差点没给安杰当场吓死过去 莫名其妙的尖叫是 你得了什么疾病吗 陛下您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难道必须要有事才能来找你吗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天老皇帝超雄程度再次升级 就在刚才 窗台晚风的唯美画面 这像男鬼一样冒出来的皇帝打破 陛下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难道必须有事才能来找你吗 那最好都别找 在皇帝的凝视下 让安杰紧张到打嗝 你是被吓到了吗 还真是可怜 说不出被他亲吻才是可怜到家 为了刺激 皇帝给狩猎游戏加了两条规则 所有猎物都会配备武器 如果能生存三个小时就放了他们 皇后你应该没意见吧 这话都多余问 安杰准备将白天希尔的事告诉她 却没想到皇帝直接让她答应吧 这样一定很有趣 如果让那个女人去狩猎场当猎人 亲手杀掉自己的哥哥和母亲 不就能印证她的忠心 还能顺带增加些许乐趣 但看到安杰为难的表情 皇帝顿感有些无趣 既然如此那就由我下令好了 毕竟你这么的软弱 连说个命令都会让你痛苦 不过只要沉浸于快乐之中 就能短暂的忘却恐惧 两分钟后皇帝为安杰盖好被子 你的体力好像不太行啊 而且个子也很小 这样下去什么时候 才能成长为优秀的猎物 其实安杰本就没打算参加狩猎 只是想将时间拖到冬天 拖到女主的到来 这是皇帝提及第二个规则 他希望安杰从猎物变成猎人 我这小生敢连做猎物都吃力 不用担心猎物是无法伤害猎人的 话虽这么说 但侯军母子死前肯定拉自己垫背 而且皇帝将狩猎提前到了一个月后 这让安杰原先的计划也打破 看着炎武场疯狂对殿的母子 安杰知道近身根本赢不了 射箭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但事实却让他大跌眼镜 殿下恕我之言 这功甚至连十岁孩童都能试用 与此同时的皇宫内 皇帝让希尔成为安杰的侍女 但同时也需要参加狩猎游戏 他的反应和皇帝想的一样无聊 现在只有皇后能让他提起一点兴趣 报告陛下 皇后刚刚好像晕倒了 等安杰缓缓睁开脸 最不想看到的一张脸还是出现了 就听说你昏倒了 还以为你遇到了多大的事呢 没想到竟然是射箭链的 而让安杰意想不到的是 皇帝竟然贴心的让侍女拿冷水和毛巾 你看起来很难受 经过皇帝细心的照顾 安杰身体好像有点死了 皇后你怎么出了好多冷汗 好在最后侍女挽回局面 你非要这么入不惊风心里才舒服吗 听听这说的是不是人话 但皇帝还是将照顾做到了底 我倒想看看你的实力能有多烂 该不会只能看到你被猎物反杀吧 这也正是安杰担心的问题 说不定自己等不到女主到来 就先交代在了狩猎游戏里 为此他现在十分需要一个能教他的老师 而皇帝似乎对此来了兴趣 本以为自己只是皇帝的解门工具 祈祷对方厌烦时会将他丢弃 可皇帝日益俱增的占有欲又是怎么回事 会因为无聊大开杀戒的拉聂力 竟然不嫌麻烦地要成为安杰的老师 安杰瞠目结舌惊讶半天 这哪还是他认识的暴君皇帝 怎么难道你想让我说第二遍 果然还是这个语气更加贴切 为了能让安杰快点恢复 拉聂力每次都会亲自给安杰喂药 听说还会守在床边大半夜 这样的照顾竟然让安杰一时掉以轻心 在本该练习的时间睡过了头 听到拉聂力足足等了他两个小时 以为小命就此不保 却没想到拉聂力非但没有追究 反而送给了他适合的武器 难道这个暴君皇帝开窍了 可接下来被皇帝足足虐了一个小时的安杰 将开头愚蠢的想法彻底收回 建树克开始不到三十分钟拉聂力就溺了 不知从哪里搞来一柄路见 直接开始上起了建树克 不仅被对方捏得体无完肤 还要承受拉聂力的垃圾化嘲讽 但在教导自己时拉聂力却难得的细心 这和他认识的暴君简直大相径庭 而拉聂力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个小狗玩具的地位正在他心里悄然上升 两人的是被贵族口口相传 从拉聂力的照顾到指导建树 最后赠与弓箭 他俩情色和民关系融洽的消息 最后甚至都传到了邻国 这对他的逃跑计划十分不利 但安杰越想掩齐西谷 现实越会给他当头一棒 堆放整个卧室的礼物 全都是出自皇帝之手 因为不知道安杰喜欢什么就全部买下 可现在安杰无暇投疼这些礼物 狩猎大会的邻近 让他没有多余时间浪费 每天都要跟着拉聂力魔鬼训练 管是还要处理该有的公务 想要稍微抽红偷鞋 拉聂力就会在这时精准跳出来 你怎么总是会被吓到 看起来像个兔子一样容易受惊 殿下您说笑了 看来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竟然敢让我不要胡说八道 吓得安杰敢忙解释 却被对方伸来的手 一把托住脖子粗暴地扯到皇帝唇边 安杰只能妥协地迎合上去 身体就像是已经不属于自己 拉聂力还过手轻轻划开他的衣服 安杰也只能静静等待对方行动 结果到了最后拉聂力却将他推开 我知道你在期待什么 我也觉得很可惜 回过神的安杰 不知何时换上了一条蓝色的裙子 他惊喜的眼神似乎让拉聂力十分满意 此刻安杰才明白 为什么刚才会脱掉自己衣服 真漂亮 谢谢陛下 拉聂力了起安杰头发 很配你的发色 这是给你在狩猎宴会上穿的衣服 如果你死在狩猎场上的话 这件衣服就会成为无主之物 为了活命 还举起石头朝自己母亲疯狂砸去 接着将奄奄一息的母亲献给猎人 看着希尔蒂来的头鸣状 而一向心慈手软的安杰 这次却欣然的笑纳 就在刚刚 狩猎大会如期而至 这次安杰的目标还是活着 只需要度过眼前这个难关 并在这个封批皇帝身边再多活六个月 他就能等到女主重获新生 你打算进狩猎场第一步做什么 打算一开始占领高地 避免和猎物有进身战 皇帝却信誓旦旦的保证 放心吧 你死不了的 在狩猎游戏的菱形宴上 拉聂力看安杰没有胃口 赠送了他一杯红酒 并刻意嘱咐一定要喝光 闻言拉聂力只好抬头一饮而尽 紧接着灼烧感从体内升腾而起 周围的声音也变得清晰 食欲随之大增 言行举止和先前更是判若两人 原本安杰对于狩猎的紧张 此刻竟全然化作了无法忍受的兴奋 随着礼乐奏响 狩猎游戏正式开始 一旁的希尔浑身颤抖地祈祷着 换作先前安杰肯定会涌现怜悯 可如今希尔的死活他提不起一点兴趣 皇帝作为最后一个猎人登场 和听觉更是无比开阔 希尔还没出现就已经被他察觉 可希尔刚准备说话 就被身后的侯爵夫人扯住头发 我可怜的女儿 你就乖乖让我把你的心脏献给皇帝吧 为了让我活下去 你应该很乐意至此 在两人撕扯争斗中 安杰拉宫瞄准 只可惜见识还是差之毫厘 对方也发现了他的踪迹 结果希尔突然扑向母亲 面对母亲的谩骂 他终于不再选择退啊 此刻已经没有了什么血缘亲情 只剩下了你死我活的狩猎游戏 希尔每说一句话 便挥舞一下手中的石头 我一定要活下去 一定 安杰倒是有些可惜 拉聂力竟然错过了这么精彩的一幕 被希尔砸到奄奄一息的侯爵夫人 成了希尔递交给安杰的头名状 干得漂亮希尔 说完掏出腰间的匕首 下一秒鲜血四剑 此刻的他和拉聂力可以说别无两样 看到这一幕的希尔神情复杂 最后终于扛不住婚具过去 而身后的侯爵之子亨利恰巧这时出现 安杰没有丝毫的犹豫拉弦开弓 对方看到倒地的母亲 瞬间失去理智朝安杰冲来 任凭被剑射中也无法阻挡 更糟糕的是 安杰的药效时间突然过了 身体传来的副作用 疼痛到站起来都困难 但亨利的巨蜀却已经近在咫尺 现在能做的只剩下气道 突然亨利的动作停在半空 安杰总算等到了拉聂力的到来 我不是早说过了 你不会死的 成为我的感觉怎么样 只可惜药效有些短暂 拉聂力将解药倒入口中 亲自给安杰卫下 多亏了你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很快安杰身体的疼痛就有所减轻 看看你亲手猎杀的猎物 这些都是你的杰作 现在你也是阿提流斯人了 因为亲手杀掉一对母子 她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在这个以武为尊的阿提流斯 只有比别人更加残暴才能生存 众人对安杰的态度更是天翻地覆 她从没用的皇后瞬间成了国母 拉聂力甚至为安杰专门设宴 并允许她坐在自己旁边 只是那紧索的眼神让安杰浑身不适 感觉很神奇 多谢陛下夸奖 你就不问问为什么吗 对于陛下给予的一切关心都值得感激 安杰的圆滑让拉聂力找不到破绽 最后自己主动讲了出来 我好像能看清你长什么样子 安杰这时才想起原著描述 拉聂力似乎有着很严重的脸盲症 也就是说在她的视角所有人都长得一样 只是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身处五次中央 又走神了 看来今晚需要给你一点惩罚 虽然拉聂力笑着调侃 但安杰却没有丝毫的懈怠 在这个暴君面前不能有任何失误 可拉聂力却突然将脚往前伸 为了不踩到她 安杰顾不上重心失衡 而面对拉聂力伸来的手 安杰也没有上前接住 而是选择一屁股摔倒 行云流水的一套动作巧妙避开了拉聂力 你还真是没有失误呢 如果没经过同意触碰她 下场可能就不是摔一跤了 拉聂力的忠诚度测试 安杰似乎每次都是满分 于是她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安杰抱起 摔疼了嘛 虽然安杰嘴上说着没事 但心里已经抽了她无数次大嘴巴 在所有人忙于社交时 安杰略显截然 直到希尔的出现会场的视线 才重新聚焦 真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竟然还有脸参加宴会 光是让皇后殿下看一眼 都让臣子通心 恳请皇后陛下将她赶出去 安杰自然没那么矫情 虽说她母亲是个罪人 但希尔已经表达忠心 将她母亲作为猎物献上 你们为了忠诚做到这样吗 说完安杰就后悔破坏了会场气氛 却没想到拉聂力放声大笑 皇后你还真是有趣 为了不让皇帝冷场 其他人也只能尴尬陪笑 这是希尔恳请皇帝兑现承诺 好吧就按我说的 我任命你为皇后宫的侍女 其实任命侍女这件事 希尔本不必闹得这么大 但她却在众贵族面前 得到皇帝亲口任命 就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 她现在是皇后的人 用上母亲和哥哥的命 终于为她换来了一座 无法逾越的靠山 为了活命 她连触碰都要经过同意 却不想她的警响甚微 在皇帝这境成了碍眼的分寸感 原本这个闲暇时的玩具 现在却离开视线都会觉得不自在 只是拉聂力并不知道 她的关心在安杰看来全是惊悚 没想到你淡定的让人意外 一般弱小的人不都害怕杀人吗 拉聂力说的没错 为了自保而杀人既成事实 如果杀的是亲近之人 安杰可能会愧疚 但穿越而来的 她免疫这项情感羁绊 为此她还要感谢拉聂力 关键时刻替她干掉亨利 果然安杰总能给她带来惊喜 原本她只是想让这场狩猎变得有趣 这也是拉聂力给安杰威要的原因 对于安杰是否会有负罪感 拉聂力并不在乎 可就在刚才的宴会上 她突然感受到轻微的战力 因为她这一刻竟然看清了安杰的模样 现在不能用有趣来形容安杰 对于面前这个女孩 这个弱小的人类 拉聂力现在想要得到并掌控她的一切 一路跟随拉聂力 她来到从未踏足过的皇帝宫 这里是只有拉聂力才能进的秘密房间 安杰也是从原著中得知 没等她来得及反应 拉聂力已经开始宽衣解扣 毫无防备的安杰赶紧回避视线 没关系 你是皇后可以随便看 见安杰依旧拘束放不开 拉聂力将她一把臂踪到墙角 留给安杰的只剩下的轻生求饶 陛下 您 您别这样 看来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竟敢拒绝我 不过拉聂力竟然一反常态 最后选择尊重了安杰的想法 转头邀请安杰一起沐浴 对于皇帝的妥协 安杰知道不能再拒绝她的命令 于是她只能用脚尖轻点尝试接触水面 就算一向心思沉溺的她 到现在也没搞懂拉聂力为什么要这样 可对方没给她那么多思考的机会 礼服都湿了 不用在意 现在还觉得水烫吗 不烫了 就是姿势有点奇怪 看着失去平衡也不愿触碰自己 一向被拉聂力喜欢的分寸感 此刻却不知为何无比的眨眼 所以安杰 我允许以后你随意的碰我 安杰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所有情况都事先预料 却唯独忘了拉聂力的战友欲 似乎现在的她变得更加难以逃脱